第211集 我这是要死了吗 这个念头在离火旺的脑海中出现 他心中不仅没有任何恐惧 反而带上了一丝解脱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人影带着怒吼声高高的乐器 砸在蓬蓬腾的左肩 把他那穿着重甲的高大身影 撞得稍稍偏移 聚集如同一道门板般 几乎是贴着离火旺左侧站下 离火旺自己都惊讶 他居然在这必死的局面下活了下来 他又难有些模糊的视线看去 发现撞在蓬蓬腾身上的居然是高指尖 下一刻 一道红色的人影扑到离火旺身边 红盖头下面的兽童猛的张开大嘴 叼着离火旺焦黑的脖子 四肢着地迅速远离了蓬蓬腾身边 就这样被叼着在地上拖醒 离火旺看着天上的白云 莫名地笑了 有人在拼尽性命地救自己 这种感觉真不错 焦黑的离火旺被拖到一边 红盖头下面的兽头张开嘴巴 立即转身向这远处冲去 敌人还能动 离火旺不甘就这么等着 他挣扎地坐了起来 对着一旁迎上来的狗娃说 去 帮我去把大千鲁捡回来 狗娃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双手想伸过去搀扶离火旺 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离火旺刚举起那残缺的手指 指向彭龙腾的脚下 一道人影窜了出去 把地上的大千鲁捡了起来 那是春小满 没等离火旺开口 战局突变 伴随着突出一转 高指尖那壮术的身体 无力地挂在了重极上 实力悬殊太大了 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快把大千鲁给我 离火旺双眼欲裂 刚想向那边走两步 就两枪倒地 他现在的身体太虚弱了 此刻 他仿佛完全是由黑毯做的探人 走两步都会往地上掉灵甲 春小满看了一眼 无比凄惨的离火旺 又看了一眼把脊上的高指尖 甩走的彭龙腾 心一横 牙一咬 直接把大千鲁往地上铺开 举起手中长剑 对准了自己的左臂 狠狠地 躲了下去 脱离了春小满身体的左臂 迅速变成铁灰 手臂上的毛发不断变粗变长 扭动挥舞 最终 他们变成了一条条触手 跟随着手臂翻转着 钻入了泥土地 就在彭龙腾双手举起聚集 准备向着离火旺奔去的时候 这东西翻转着 从土中钻了出来 狠狠地撞在了彭龙腾的胸甲上 把对方那高大的身体 重重地撞飞了出去 这力道极大 连彭龙腾手中聚集 也被撞得几乎脱手 这时 刚赶到的披红盖头的女人 四肢猛地在地上一撑 直接扑向半空中 三个腐烂的狼头骨 猛地从红盖头下透出轮廓 狠狠地咬在彭龙腾手中的重体上 远处的神调跟鼓声 恰到好处的响起 鳌鱼拖地地拖天 一对黄鹰把他看 鳌鱼眨眼地就动 鳌鱼翻身天就翻 那女人在空中迅速一翻身 整个身体几乎扭成寻常人 根本达不到的地 借着这股扭力 彭龙腾手中的聚集 终于被夺了下来 无头的彭龙腾没有了武器 结局已经注定 纯小满断臂上的触手 不断挥舞 把他整个身体牢牢地缠住 那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把重体扑到地上 带着三张兽头 向着彭龙腾就走去 坚硬的甲片被扯开后 紧接着是彭龙腾的身体 血肉在尖牙利齿的撕扯下 开始露出森森白骨 当看到一切都结束了 几乎是靠一只死撑的离火棒 迅速陷入昏迷 他昏迷前最后一句话就是 快去救狗 狗之间 浑浑沉沉中 离火棒陷入冰死的状态 他的意识非常的模糊 好累 我不能放弃 有人在等着我 别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把我救下来 我绝对 我绝对不能死 是谁 是谁在看我 你是谁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虚弱到极致的离火望 缓缓地睁开了那只毒眼 身体的熟悉晃动感 让他知道自己正躺在牛车上 他视线向下移 发现眼睛有些发红的白铃秒 正在抱着一个桃罐子 用棉布 沾了沾类似黄油的东西 轻轻地在向着自己身上刷着 离火望努力地张开 那已经粘连在一起的嘴唇 似似血水从他嘴角滑落 高之间怎么样了 他沙哑的声音 让白铃秒身体一颤 抱着手中的罐子 就向着离火望脑袋这边 靠了过来 泪珠又在他眼眶里凝聚 高之间啊 离火望再次问道 他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被挂在剧脊上的高之间 白铃秒轻轻地拉起衣袖 擦拭着自己那激动的泪水 他没事 我请仙家把他救下来了 那一下没刺中他的腰海 那就好 那就好 离火望笑了 他挣扎地就要坐起来 但是却被白铃秒连忙阻止住 李师兄 你现在还不能动 我给你刷老鼠油 我娘说过 老鼠油脂烧上最好了 离火望照办了 浑身焦黑的他躺在车上 等着对方一遍一遍地刷油 通过白铃秒的诉说 离火望得知自己昏死过去后的一切 谁也不知道彭龙腾到底是修炼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头也能动 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 这手上沾满血的刽子手终于死了 这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彭龙腾的骨头很硬 无法分尸 等把他所有的血肉都扯了下来 彻底变成一副骨架后 他这才终于不再动弹 解除危机的其他人匆匆穿过关口 进入了青秋地界 以免剩下的贼配军报复 牛车内安静了一会儿 白铃秒有些犹豫 李师兄 你这能让手掌回来的神童 能交给小满姐吗 他那只手没了 虽说他嘴上总是说没事 可是他才这么大 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